現在要來講解數位輸出程式設計的部分 主要我們所需要的 這裡所需要的就是兩個LED 兩個電阻跟一個鋒鳴器 那電阻的部分是主要防止怕電流過大 LED會燒掉 那我們程式的部分初始化的時候要告訴他 哪幾個角位是輸出的部分 那我們這邊主要就是第5第6跟第7 然後把這個 設定放到初始化的部分 這樣他就會知道哪幾個角位是做輸出 那我們這邊的話主要先測試看看LED是不是會發光 然後鋒鳴器是不是會發出聲音 然後就是 把這三行 繩子碼貼上去 那他這邊主要就是 就是以數位的方式 告訴第5個 第5個角位 給他高電壓 然後他電壓一來 你進去這裡 然後因為他接地就是負 然後這邊通 這個回路通的話就會有電流 然後鋒鳴器就會發出聲響 然後相對的第6個 一樣以數位的方式 給他高電壓 第6個進來 從這進來 然後經過電阻 把電壓降低 然後再過為有一滴 一樣負的 這個進來接地 然後回到電腦 他就會發光 然後 然後第7個就是一樣 也是LED的部分 然後把它放到 灰圈裡 然後 穿上板子 因為我剛剛不小心把 USB USB線拔掉了 好現在他 再穿一次 現在就是 穿上去了 然後 我的 蜂鳴器已經發出聲響 然後LED已經發亮 那因為這邊沒辦法 讓你看到LED LED發亮 如果你 接的線是正確的話 LED就是會正常的發亮 那這邊的部分就是 數位輸出的 層次設計 先測試看看 LED跟封面器 是不是會正常的運作